當然接下來我們是不能夠鬆懈 但是如果要放鬆的話 第一步就是經貿 而且這個前衛生署長葉金川也說 不要說到時候民眾病死了 就沒有病死 最後是餓死窮死的 所以你怎麼看台灣現在的現況 當然當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的疫情 這個聯四拉四零確診之後 接下來我們到底有哪些地方 可以輕鬆哪些地方 我們不能鬆懈 最近台灣人愛死了 加零又零再零 林志玲 你看一直零下去 希望說這個疫情就這樣一直下去 我們就持平嘛 讓台灣就是平安保佑這樣 可是我覺得說 其實陳時中部長講過一句話 他說他防疫他們都很努力 都很積極在做 而且他們是專家公衛的醫學 公衛專家在領導這一次的防疫工作 所以他們有信心打敗這個武漢肺炎 那可是他很怕什麼 政治口水 政治口水你也看到 看得大家也都清清楚楚看得到 從一月開始到目前為止 有多少人我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是同舟共濟 在一艘船上面 有些人天天一天到晚 想著要把這個船著動 讓他沉下去 我就不知道他在說 你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處 難道你沒有親朋好友嗎 你沒有家人嗎 你沒有自愛嗎 所以就覺得說 這些人不知道在想什麼 很奇怪 硬要把台灣給拖下水 那沒關係 阿中部長 依照你民調現在九成以上的支持者的話 表示這九成多的老百姓都是你的後盾 都是支持你的 那那些人一天到晚想要著船 把那個船著沉的那些人有沒有 那叫做老鼠屎 那個沒有辦法 只不過他不要壞了我們這一鍋粥就行了 那可是說實在話 你看台灣真的是關關難過關關過 對 我們從一開始的什麼鑽石公主號 接下來什麼歐美的大家回國 還有什麼武漢包機 包括那個女公關有沒有 對啊 大家趁在等我 到底女公關你去 搗幾間 KTV還是去哪裡 大家都搞不清楚對不對 對 後來接下來又盤石劍 那些官兵到處跑 還有女朋友去什麼磨鐵的 去哪裡的 大家真的很恐怖 而且21萬人 受到細胞檢訊 你看 包括我身邊很多人 現在都在自主管理 像我們林靜宜醫師上節目都還蓋口罩 你看 他帶到29歲 他今天已經解封了 可以不用戴 所以跟你講說你看 每次經過這個 包括那個什麼清明連假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也是一樣 家齡一直來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就放鬆了 那現在五一連假又快來了 我就一直呼籲大家 拜託一下 五一連假這一段時間 把它撐過去 我們算一算之後 從三月底四月初 我們這一波接下來之後 我們沒有外來的因素 對 所以我們本土的話 即使有一些部分是無症狀的 那可是現在慢慢時間過去之後 這些無症狀的 我看看應該是好啊 所以臺灣應該是慢慢的逐漸走這樣平安的道路 那希望說你五一連假 這個時候不要再把這些人給喚起 把他撐出來對不對 無症狀你讓他慢慢好 好之後大家就沒事了 對 所以我就希望說 可是說實在話 我們臺灣防疫做的這麼好 其實齁 之前李靜宜醫師有講過一次 他就講說 我們防疫做的太好了 有時候也覺得蠻孤單的齁 對不對 因為我們我們覺得說 全世界都臺灣人最健康最平安對不對 對啦 那可是接下來 我們總要 跟世界接軌啊 對 現在全世界大家很多國家都還不安全的狀況之下 可是 就像葉金川部長講 前部長講 他現在就是說你經濟狀態的話 你如果大家沒有病死 可是接下來可能會很多人會餓死 會窮死嘛 那怎麼辦 所以很多外國人就是在到目前為止 他們要在經濟或者是疫情之間 要做一個抉擇的時候 他們選擇是只要在疫情拐點的過程之中 他們就開放了嘛 對 那會不會像中國大陸一樣說硬要開放 開到最後你看 第二波第三波感染又來了 這個不知道 那我們希望說全地球都能夠平平安安啊 那可是臺灣你不能自覺於這個經貿活動之外 如果當外國大家都在開放經貿開放解封的時候 那你臺灣的經濟要不要跟他們互相 照目前來講說臺灣 我就說臺灣是寶島啊 對不對 你米最糟 你米吃一碗嘛對不對 我們米的生產的話 你吃 問題是我們不能整天去家的沒事 只吃米而已 所以我們很多雖然內需的部分 內需部分我們是有辦法自足 可是說實在我們也要跨出去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要做因應的準備 那很多人也講說六月底之後 我們是要放寬一些防疫的標準 那當然啦 放寬標準 可是照目前我們之前從一月到目前這樣看起來 我們的防疫工作齁 大家是不用擔心啦 其實說放寬標準之後 你只要維持我們這樣的習慣 戴口罩 注重社交距離 勤洗手 把這個習慣保持下去的話 我發現臺灣的疫情 即使說跟外國有一些來往 有一些交通的話 我也發現我們可以可防可控 可是你知道嗎 最近大家就覺得說 我們現在真的是零加零 一直零下去之後 很多人就開始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了 像那口罩說有一點點瑕疵 拜託會啦 這個耳限太短 說實在你可以拿一個東西墊一下 現在有很多人在賣那個軟的 或者是那個雙面膠那個軟的 你稍稍墊一下 不要他就不會崩太緊 而且口罩你說實在話像這種有瑕疵的話 你戴一天啊 對不對 或者說你其他的些那個 戴一天你就丟掉 稍潤一下 我說真的 你要拿到安倍的口罩你就慘了 那麼小一片有沒有 一口氣人家說換了十五萬片 十七萬片拿來換 那個十五萬片十七萬片 更多人是夭壽的 你真的是 怎麼會臺灣人這樣 勞書值這麼多 有的人口罩戴過了 竟然把舊的口罩也拿去換 真的不要這樣子拜託大家 真的大家共同防疫好不好 這種防疫物資 臺灣是因為我們有國家隊 包括酒精國家隊 口罩國家隊 努力在貢獻給全臺灣老百姓 要維護老百姓的健康嘛 那你現在可不可以共體時間一下 拜託一下 這種小瑕疵的話 你如果可以潤呢 拜託你稍潤一下 對不對 你如果十幾萬片拿去要消費 還有的又殘渣那種 那種亂七八糟 你還去罵人家 不要罵嘛 就像那個鑰匙 我之前也講過嘛 那鑰匙每天就幫忙 你再負責 他可以不要呢 就像很多鑰匙退出啊 我就不賣了對不對 那你到時候鑰匙全部退出的話 那你就自己去 超商去插卡嘛 對不對 那你有什麼好抱怨 所以說將心比心 有時候我們就互相一下 畢竟你看 我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一直在強調看外國的那些疫情 外國那種像那個新加坡 很喜歡噁的那個有沒有 噁到最後你看新加坡 才五百多萬人而已 他們現在全亞洲是第三確診人數最高的 你說這關 你如果像這個 你很多人不是很稱讚新加坡嗎 那你現在叫你去新加坡你要不要去 對啊 所以你有時候反觀一下 像日本啊 大家覺得日本很好很優啊 那日本現在狀況怎麼辦 對 對 亂七八糟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有時候真的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互相勉勵一下 對 你看那個防疫 防疫中心 一百天喔 一百二十天沒有休息 真的耶 對不對 我說一句腳壞而已 你今天 你今天叫你上班上一百二十天不要休息 看你會去抓狂了嗎 去笑了嗎 對 人家都沒有發瘋 還每天兩點 記者會出來還回答你們這些 有些記者的那個問題 他還能夠很耐心的回答記者問題 我就覺得 陳時中部長真的了不起啊 對不對 要不要說不讀書要當記者 就是 對啊 不過張上淳有說啦 這一次的這個記者 其實表現的是非常不錯 進步很多啦 當然啦 因為我們對這種疫情 已經慢慢了解嘛 現在記者當然 不是所有的記者都不好啊 你看這次的報導媒體報導很多的 我就跟你講說一定是有人在扯後腿啊 為什麼有一堆假新聞 不過那天突然間突發奇想 我突然想到說奇怪我們為什麼在鑽石公主號 接下來什麼磐石劍 女公關有沒有 為什麼跟他們接觸 親密接觸的都陰性 對 我就覺得很急 而且那時候他講說船石劍上面很多人還有抗體 而且第二波怎麼第六波了都可能 因為我一直在聯想到美國 現在已經說他班農那天不是出來講說 他們有掌握住說這個就是武漢實驗室 people實驗室裡面跑出來的人 他們掌握提供的資料 對 他們這個就是世界全世界播毒啊 那我就想說之前我們研究都在判定說 台灣離中國最近的話 應該台灣最嚴重啊 為什麼台灣我最嚴重啊 除了說台灣防疫做得好 還有我們有專家在領導之外 我就覺得說是不是中國以前 其實好幾年前就慢慢在播毒了 只不過那個時候的毒沒有這麼完整 他們試驗一個階段就播一次 試驗一個階段播一次 否則你有沒有想到說 前兩年很多人感冒你回想看看 很多人你周邊的人感冒咳嗽 是不是症狀都是咳嗽 而且咳到肺都快掉出來 對不對 所以就想說是不是因為之前他們已經播過毒 之後台灣現在我們就已經有抗體 沒有啦這是我突發奇想 只是說提供給 現在已經比較輕鬆了 沒有就是等大家就是說 你做PCR在檢驗的時候 那個抗體的話 你順便研究一下 為什麼台灣人會這樣 會有這種情況 我要講一下說很多人 包括南部某市長 一直說要普篩對不對 我跟你講普篩 我解釋一下為什麼普篩沒有意義 你看我們PCR做 全台灣檢驗完之後要花690億 你即使快篩世紀出來之後 每個人都給你快篩之後也要46億 全台灣 那可是你知道我們現在防疫中心 花了多少錢在做這些篩檢嗎 花11.8億 你看那個幫政府省多少錢你知道嗎 為什麼你知道全台灣現在感染人數 每百萬人這林靜怡醫師他自己算的 我是抄他的數據 他說每百萬人之後只有2.39人感染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這個目標有沒有要普篩 因為我們的本土感染就55個人 55個人2300萬人表示說 我們本土感染 每百萬人只有2.39人 所以這個普篩有意義嘛 當然沒意義嘛 浪費公堂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是把所有的 有可能症狀像之前說回來 歐美回來的或怎樣 或接觸的怎樣 把這些人抓來普篩之後 我們也可以順便把這些看一下 可以做一些科學上的印證嘛 對不對 這個時候沒有辦法 沒有必要普篩 那你如果這個時候 解釋成這樣了對不對 400多例 每只有55個人本土感染的話 你還要做普篩的話 你不是意圖造成社會的恐慌嗎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現在 狀況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已經解釋過了 所以希望說大家 還在喊普篩的人 好了可以停了 不要再造成社會上的混亂 那至少在有些人 希望社會混亂的話 還要封城演練 還要什麼春安演習 所以你大家清楚 記得現在我就跟你講 老天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因為不僅加零又零再零 又零加零對不對 所以現在接下來6月6號 如果那天沒什麼疫情的話 如果又加上天氣好的話 好啦就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記得要去投票 好 好 好